四四方方的西安城 目之所及 古意盎然 这里是曾经的大唐一百零八方 也是今天一张走街串巷 让人流连忘返 不知归路的美食地图 西安与其他都市不同 这里没有临次置笔的大饭店大酒楼 更多的是一家家专门饮食店铺 羊肉泡馍 凉凉面 肉夹馍 随意走进街坊里弄不欺眼的小店 也许里面就藏了一位美食大师 因为他们专注于一款食物 一生不变 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古城 众多美食已陆续摆上餐桌 西安人一天的幸福 便从早餐开始 在这里 少有人提着包子馒头匆忙奔走 地道的西安人大多要好好坐下来 吃出满头大汗 才感觉浑身有劲 这是西安这座古城的生活美学 西安的早餐品种极为丰富 但要说最受欢迎的 还是这一碗重口味的胡辣汤 胡辣汤不是西安独有 但是肉丸胡辣汤 却是西安人的专属 马奎这一名号 在东郊可算是无人不小 他的肉丸胡辣汤 在这一带已响亮了25年 每天他的店面前都会排起长队 马奎的店铺旁边 好多老房子被拆迁了 老邻居也相继搬走 但是不少相熟的食客 为了这一口惦念的味道 还是会穿越大半个城市 特意到东郊 来尝这一口20多年不变的胡辣汤 小学多年级都开始出 这个三轮车每天晚上在这卖 我今天又来给人家早点 不善于羊汤吗 你知不知道自己店里的 生意这么好是为什么呢 味道好 味道好 对 这个看似有些木讷 反映慢半拍的老板 一旦进入他熟悉的领地 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你会笑完一个吗 我以为就是不在乎的梦 我一会笑完一个人 丁连不变的味道 马葵每天凌晨三点半开始忙碌 饱满弹牙的牛肉丸 是马葵胡辣汤的杀手锏 把最新鲜细嫩的牛肉剁成泥 再配上少许马铃薯粉增加肉质的筋蛋 一粒粒紧实的牛肉丸 就变成了这胡辣汤的主角 咬上一勺送入口中 能品尝到牛肉的原香 肉好汤也要浓 马葵家的胡辣汤一上桌 就能让人闻到扑面而来的浓香 这是因为加入辣牛肉和密制的香料包 小火慢炖 什么时候才把辣牛肉捞出 那可是马葵的看家本领 不光要用辣牛肉汤做底 他还选用了最好的韩城大红袍来提味 韩城大红袍马装有香味 这是时候马葵胡辣汤的味道 因为精准掌握了最佳切煮时间 每一种蔬菜都能呈现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味道 加了芡粉的鲜汤入口 咸香粘稠 十克的唇舌之间 清晰地依次感受到绵软 清甜脆爽的口感 一切就续 整碗胡辣汤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马葵的油泼辣子 每天早上现做现泼 还没开始吃 就能闻到直冲鼻腔的香辣味 很入味 辣子也很辣 很香 西安人是辣是香 他们迷醉在农乡中 大口大口享受这种滋味 不知不觉就吃得满头大汗 早饭 还有冰床 早餐的时间短暂就匆忙 一碗热乎带尽的胡辣汤喝下去 从口腔一直热到心窝 最后流入胃底 毛骨舒张 血液循环加快 使人们迅速 从残睡未醒的迷糊中兴奋起来 这碗肉丸胡辣汤 显然就是开启 古都人一天新生活的钥匙 即使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我们吃这个麻麻的 辣辣的这个胡辣汤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过了用餐高峰时段 马葵会出来站在外面发发呆 享受片刻的休闲 下午两点 这家小店又恢复了宁静 马葵念旧 这碗胡辣汤 他想做一辈子 食客们也念旧 认准了这家就不想变换别家 千里自齐 亏于乙学 所以二十年来一直不干爽些 千里之低 亏于乙学 是马葵知道的 为数不多的成余之一 这应该就是马葵胡辣汤 二十五年味道不变的原因吧 肉耳胡辣汤 妥妥摸 好吃不归 比起一个人开店之艰辛 夫妻一起开店 夫畅夫随的忙碌 在辛苦中 却又增添了几分甜蜜 西安人试肉 下午六点 天色欲文 西安城开始弥漫起烤肉的阵阵香气 反正都是吃肉 又何必晚餐宵夜分得那么清楚 这家已经存在了二十七年的烧烤店 记录着西安人味道不变的酸辣鲜香口感 大姐 大姐 那个牛的蒜粉先拿过来 放来一会儿凉了 坎薄一点 小姐 来 把人先拿走 这个手在出品窗口 一脸严肃的女人 叫李舒燕 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也是店里的灵魂人 在这一家 我跟你说我九个人 九个人 喂 来朋友了 对对对 他是老哈手 对对对 那就把生肉给弄美 接电话的人 是烤肉房的老板赵永丽 他是个在烧烤界 有着二十七年经验的老手 夫妻俩被食客们誉为 叱咤西安烧烤界的神雕侠侣 手脚麻利 又味觉灵敏的李舒燕 掌管着餐桌的食物质量 内向腼腆的赵永丽 有着一手好手艺 却偏偏掌管着外场的客户接待 家里大事老板做主 小事老板娘拍板 可家里总没什么大事 家里谁管钱 我们老婆管钱 现在她一般出门 就是每天早上 我的手机 发 啥都是发哪 我只光走人 店里烤的都是最受西安人欢迎的烤品 烤肉筋 烤肥瘦 烤纯瘦 烤牛肚 烤黄猴 烤油饼等 从开门营业开始 店门口就一直都有时刻在排队 从摆地摊的时候 我就在她家吃 烤肉筋 这家店门亭若市的秘密 就藏在凌晨四点的牛肉店里 这种秦川牛肉的利机 吃到口里 比较绵软 容易嚼动 又能吃出秦川牛肉的本香味 一头牛身上 只能挑出大约三公斤鲤脊肉 天不亮 就会销售一空 赵永利每天都会在凌晨四点 用她的火眼金睛 去精挑细选晚上要用的食材 这四个利器都给咱丢下 行行 秦川牛应产于八百里秦川而得名 肉质鲜美 关中平原原本四草资源丰富 公元前126年 张迁出使西域 带回木序种子 让秦川牛的品质质量 发生了显著变化 体型增大 肉质提高 细嫩 巨纹 烙饼牛羹 高脂润香 经过2000多年改良 今天的秦川牛肉更加细腻香软 只需简单调味 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肉质的香甜 生牛肉 这道菜不会出现在菜单上 它是一道只有长期来赵永利家吃烧烤的老饕 才点得出的隐秘菜单 它对原料的要求极高 必须要当天新鲜宰杀的牛 选取牛里脊的部分 牛肉不用热处理 生放盘中 散满红彤彤浓香微辣的星平辣椒面 一大把滋然 一点盐 一口鲜牛肉咬下去 原味汁水 溅满口腔 满嘴鲜香 不止礼籍 肉筋也是西安老饕们的挚爱 烤肉筋是西安烧烤独有的美味 这可不同于寻常烧烤摊上的板筋 烤肉筋要穿成肥瘦相间的串 烧烤师傅精确地完转着温度与火后 在火上几经翻转 肥肉上的牛脂开始爆炸 滋润着两侧的瘦肉 西安人管烤牛筋不叫烤 叫焙 小火焙干 加热均匀 烤好之后 鲜嫩弹牙 会吃的老桃会要求烤得干一点 焙干了水分 这样更有嚼努 撒上简单的调料果味 盐 孜然 辣椒面 肥瘦相间的肉筋 一口咬下去 感觉胶原蛋白在口腔中炸开 妙不可言 您好 打扰我一下 肉筋是四十 好 谢谢 谢谢 严肃 辣自然肚 肥力干 小 谢谢 谢谢 小 哥哥 哥们多少年了 二十五年 你为啥喜欢 就是 就靠这一 靠这一 我为了这个事情 咱们再去飞 好不好 谢谢啊 谢谢 这种食客与老板的关系 是陌生人之间通过美食建立起的信任 赵永利夫妻俩很享受这种信任 基于信任 也就不能辜负味道 夫妻二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摆烧烤摊白手起家 到现在的开成连锁店 味道从未改变 两口子准备一直干到再也干不动为止 老顾客们在烧烤中吃到的 是美食 也是人情 秦产牛少喝 心里闲响当骨车 西安人念旧 街头的吃食门店不管大小 动辄历时十几年 几十年 而且品种唯一 一生只做一味 代代相传 已经八十岁的王念丽老太太 是这家老字号牛羊肉泡馍店的 头号质量总监 为了能第一时间监督泡馍最重要的环节 熬汤 他搬到了加工作坊边的小平房里 羊肉泡馍要好吃 全品这锅汤 眼前的这口大锅 直径一米二 一锅能下150公斤牛羊肉 泡进秘制香料 与50多公斤大骨一起 慢慢熬至十个多小时后 肉烂且香 枝浓汤醇 才算熬成 来的这一锅肉 全凭这一袋子调和 这个调和你 一年四季也有变化 夏天比较清淡一点 秋天冬天 相对的来说比较浓一点 在传统配方基础上 加入了中草药 在不同季节 用不同配比的季节性香料 能让食客吃出滋补降噪的功效 对传统调料包发起挑战的是他 朱斌 老店第二代掌柜 那朱朱维维维都是做生意 烙一杯跟两面讲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 把人做好以后 生意会自己自动好 他们家有个讲究 要经过三到五年的考验时间 烤味经过了长辈的最终考核 才能正式扛起家族招牌的大旗 我从十几岁干这个泡沫 已经干了三十多年了 羊肉泡馍是一张西安名片 它是一道极讲究的美食 选料有讲究 熬汤有讲究 就连吃法也都有讲究 我摆磨 摆垫的吃法 四个字中间 摆 撕 掐 斗 静手摆磨 是一些古老的技法 体现着老闪的手冰除斑 摆着泡磨 然后聊聊天 就是一种享受 磨摆好后 请伙计呈给掌勺大厨 猪冰总会在忙碌的用餐高峰时段 守在他的炉灶旁 摆好的磨来了 加牛肉汤大火快煮 加牛羊肉粉丝葱花 翠绿的葱花 蒜苗 香菜 与红褐色的牛羊肉 映衬着洁白晶莹的粉丝 有黑的木耳 香味四溢 使人食指大动 几位师傅都是跟着老板 征战了多年的爱将 切肉的师傅 在刀光剑影中穿梭 从不会剑走偏锋 煮磨师傅 根据碗里磨的大小 娴熟地掌控着手中的火候 树叶有砖工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领地 不越雷池一步 精干的老板娘黄秋兰 是厨房里的齿轮 带动了大家运转 这位年轻的掌勺师傅 是第三代传人 老板的女婿林新龙 这口汤的味道 99%每天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就是为了确保那1%的安心 所以我每天都要亲自给自己 做上一碗 这家老字号泡膜店越做越大 如今是以稳坐本地人测评的牛羊肉泡膜排行榜第一 泡膜上桌 把辣子酱铺上 绝不搅动 从一边蚕食 沿着碗边向嘴里刨着吃 这样鲜热之气跑不散 一口泡膜一口糖蒜 让人神清气爽 餐后喝一小碗原汁烹制而成的高汤 一味清口 干完这碗泡膜后 是大汗淋漓后 酣畅的舒适 羊肉泡膜起于隋唐 胜于北宋 它烹制精细 料重味醇 肉烂汤浓 肥而不腻 浓香四溢 时候回味无穷 一碗羊肉泡膜 外地人吃的是名气 本地人吃的是勤奋 对时光的眷恋 对生活的满足 对习惯的遵从 都在一碗羊肉泡膜里 我们会把泡膜这个事情 一直做哈起 直到我们干不动了 我们会把这个兽语 传承给下一代 羊肉泡膜 肉烂躺下 子气不远 从唤醒西安这座古城的第一顿开始 到月朗星西 东方见白 24小时的轮回里 酸 辣 香 三味调和的独特西安味道 始终弥漫于空气之中 林里坚的食客们认准一家店 就风风雨雨几十年不改初衷 老板们一道吃食做一辈子 往往把这道吃食做成了艺术 食客们品味这道吃食 一品就是一辈子 能把吃东西吃成艺术鉴赏 中一生守一味 这不是某个人某家店某种匠心 而是西安这座城市的城市性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